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羊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羊 目色奇迹第67集 又一次凯旋而归 原以为九头射有多厉害呢 没想到被我和静静啊 几下就打死了 就比碾死一只小蚂蚁 稍微难那么一丢丢 大概就是碾死两只小蚂蚁的难度 你就嘚瑟吧 后面的boss可是一个比一个难 到时候啊有你好受的 哎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我先把挖来的矿线链上 嘿 看不出来啊 你打怪的能力不怎么样 打猎的效率还挺高的 竟然存了这么多的肉 那是当然 对于吃肉方面 我还是很讲究的 哦 对了 你这里有素食吗 老是大鱼大肉的 我也吃腻了 还容易长胖 想吃点素食控制一下身材 有是有 不过还长在地里呢 你想要的话 就把地里那些小蚂收了 自己做点面包吃吧 好吧 那我自己动手 把床都放回原地 等刚刚活了睡上一觉 刷新一下复活点 把九头蛇战利品 也放在这里 不过现在战利品有点多啊 都要放不下了 嗯 我还是把它们收起来 去建一个专门 放战利品的墙好一些 说实话 每天起床 出门就看到一个 个面目猙獰的头 也挺恐怖的 让我来看一看啊 把战利品墙放在哪里呢 嗯 就建在这里好了 不过得先把坑给填上 垒上几层木板 尽量建的大一点 可以放下更多的战利品 据我估计 这木色森林里 有这么多种boss 所以这战利品 肯定也不会少 而且有些boss 可能为了获取材料 我们还得多打几次 嗯 这样位置就足够大了 把这些战利品 按顺序一个一个放好 这个谜题羊呢 不能算是boss 放在另一边 和它们区分开来 嘿 不错不错 看上去整齐气外多了 等以后把这个森林的boss 都杀完了 我就有满满一墙的战利品了 嘿嘿 但是呢 现在看着旁边的狗窝 我怎么觉得这么碍眼呢 干脆我也重新 再造一个狗窝吧 虽然平常不怎么管它们 但让它们 在一个这么狭小的地方待着 也不太行 先回去做两根拴绳 把它们给牵出来 把围栏暂着放在这儿 用来双狗 嘿 来来来 先委屈一下你们啊 在外面将就一下 等我给你们 搭好更好的避风港 再带你们过去 这下终于可以把没排面的火柴盒给拆了 等了好久了 今天终于给我找到理由了 什么鬼 我的腹膜筋斧刀 被我挖爆了 这把可是能批评钻石斧的 我也太不小心了 刚刚刚明明还有不少耐久的 怎么就 也不来个老爷 问我有没有掉东西 就算给我钻石斧我也不要 我只想拿回我的腹膜筋斧刀啊 要是被小月知道了 又要是我促心大意了 算了 就这样吧 就得不去 新的不来 以后找个更好的 赶紧找个空间 把新狗窝打好才是